电影云的云里解忧 逛了一圈 小宅发现有一家牛肉面馆还开着 按理说这么晚了 店里应该没什么人 结果这家店里爆满 都是像小宅这样喜欢熬夜的夜猫子 吃着牛肉面刷着小视频 小宅心里美滋滋的 这家店存在信号差一点 其他简直完美 这碗牛肉面准备回家的时候 小宅遇到了一个蓬头勾面的乞丐 乞丐拿出一个碗哀求道 小伙子心心好 小宅心想 这么晚还出来乞讨也挺不容易的 于是就给了乞丐五块钱 第二天晚上 小宅继续去面馆吃面 结果又遇到了那个乞丐 这一次乞丐没有向小宅乞讨 而是激动的对小宅说 你不能进去 那个面馆吃面的都不是人 小宅觉得这个乞丐疯癫癫的 并没有理会他 虽然小宅没有把乞丐的话当真 但小宅还是不自觉的 赶量起了面馆里的时刻 吃完面离开的时候 小宅又被那个乞丐拦住了 小宅有些无语 你这是干什么呢 给的你五块钱 你就想一直缠着我吗 结果乞丐掏住一瓶药水 并告诉小宅 明晚你去吃面的时候 将这个涂在眼睛上 你就能看到真相了 为了不让乞丐继续纠缠自己 小宅收下了药水 然后急忙跑回了家 这点晚上 小宅和往常一样 来到面馆吃宵夜 出于好奇 小宅偷偷偷将乞丐送的药水 涂了一点的眼角边 接着小宅转过头 整个人都傻掉了 刚刚那些正常人面貌的时刻 瞬间变的样 变成了一个个死人的样子 接着小宅看了看自己的面 刚刚还是鲜美的牛肉面 现在已经变成了恶心浑浊 爬满了蛆虫的面 小宅吓坏了 本能地大叫了一声 结果惊动了旁边的时刻 时刻们齐刷刷地望向小宅 接着老板过来了 老板凶手恶煞地问小宅 你怎么了 吓成这个样子 小宅吞吞吐吐地说 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的门没锁 就在小宅打算撒个谎逃走的时候 老板却一把抓住了小宅 你这个臭小子 打算吃霸王餐吗 钱还没给呢 此时的小宅浑身发抖 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 我最近观察到你 是不是总和街上的个乞丐在一块 那个乞丐专门装神弄鬼 你可要小心点 说完 老板松开了手 而小宅刷了一声 躲门而逃 逃出面馆的时候 那个乞丐又出现了 乞丐准备再次拿下小宅 结果被小宅一把推开了 从这点之后 小宅就再也没有去那家面馆了 至于炼管老板和乞丐 谁说的话是真的 小宅至今也没有搞清楚 因为他觉得有那个闲工夫去调查 还不如多玩一会儿游戏呢 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 最后小宅说明一下 乞丐给小宅的那瓶药水 应该是牛的眼泪 相传牛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它能看到人所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只要涂一点牛的眼泪 你就能获得一双阴阳眼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找一头大黄牛试一试哦 电影云呢 云里解忧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